Hallelujah! Praise God! Well, next Monday is Chinese New Year Day. 下个星期马上就是农历年了。 And as a Chinese, every year, Chinese New Year is always a special time. 身为华人,大年初一都是最特别的日子。 The Chinese race is the largest ethnic group, with one-fifth of the world's population. 华人是世界上最多人口的种族,占了五分之一。 There are more people that speak Chinese than any other language in the world. 在世界上说华语的人口超过其他所有的语言。 It is also the most commonly used language already on the internet today. 也是今天网路上面最常使用的一种语言了。 To get up with the Jews, Chinese is one of the earliest and the oldest enduring civilizations. 跟犹太人一样,华人也是历史最为悠久的一个文化。 It has a 4,500 years of unbroken history. 整个历史洪流当中将近经历了4,500年。 But I wonder how many of you have experienced this when we become Christians. 我不晓得有多少人哦,当你做基督徒的时候经过这种情况。 You see, to most of us Chinese, when we become Christians, Somehow we are made to feel like we have forsaken our Chinese roots. 我们中国人做了基督徒之后,好像让我们感觉到我们放弃自己华人的根了。 That we have abandoned our Chinese heritage and culture. 放弃自己的文化,我们遗产传业的传业。 That we have embraced a foreign western religion, a religion of the white people. 现在去拥抱是西方外来的文化,是西方白种人的宗教。 And so we kind of feel a little embarrassed. 我们感觉好有点不好意思了。 Especially during Chinese New Year season. 特别在过农历年的时候。 You meet your family and relatives and say, Oh, we hear that now you're a Christian. 听到你的朋友,亲戚,家人说, 哎哟,听说你现在做基督徒了。 Oh, you no longer love your family. Oh,不爱你家人了哈。 You no longer love your parents anymore,哈。 You no longer love your father,妈妈了。 Oh, they will say, Well, you know, now you're jack-gang-tang, is it? You eat potato. Wow,已经不一样了。 Because if you're a Chinese, You should either be a Taoist, a Confucianist, or a Buddhist. 因为如果你是华人, 你要就是道教徒, 要不然佛教徒,要不然儒教徒了。 Now, I want to say this, That those are great religions. 我要告诉你,那些都是很好的宗教。 There are many, many millions of believers and followers of Buddhism, Taoism, and Confucianism. 在今天世界上, 有上百万追随这些道教,儒教,佛教的信徒。 But today, I want to give you a little bit of education. 可是今天呢,要给大家一些教育。 Turn to your neighbor and say you're going to enjoy the word. 跟朋友们想着神的话语。 The Chinese history has a 4,500-year unbroken record. 整个中华的历史 将近有4,500年不断延续下来。 Let's take this, to be 0 B.C. 把这个当作公元初年。 So now we are here, we are at 2009. 现在我们在2009年这里。 Year of the Ox. 牛年。 If this is a youth service, I'll say turn to your neighbor and moo. Alright, anyway. 不可以跟妈咪人母哈。 Mmm, okay. But you know what? The Chinese history stretches until 2500 B.C. 华人的历史可以一直往前推到主前 2500多年。 Now, 道教大概是公元前六世纪来的 而大概在公元第五世纪之后 有儒家跟佛教出现 问题就在这中间两千多年呢 在道教 儒家 佛教出现之前 华人相信的是什么 很有意思的 我们有非常清楚的历史记录在 在这两千多年当中 华人一直在敬拜的 是一位独一的最高主权的真神 而不是许许多多的神明 他们敬拜的这位叫上帝的神 今天我要来练习我的中文字 当你读到整个历史记录里头 实际上这位上帝 跟我们旧约相信的神 有同样的品格 同样的信心 同样的能力 虽然犹太人把他称为耶和华或亚卫 华人却把这位神称之为上帝 是一位君王 在万物之上聚在天上的 也有人把他直接称之为天了 你注意天怎么写 在天下至大之上 最高的那个就是至高神 所以旧约里面称他为至高神 为哈利亚的会长 哈利亚 在中国当中 有一个非常了不起的史学家 叫司马迁 而在他流传千古的著作史记当中 记载了第一个人叫皇帝 皇帝基本上是所有汉族人的始祖 他所居住的时代 但是公元前两千四到两千五百年 在最开头的时候 司马迁记载了 皇帝 其实建立了一座坛 在泰山 上东 在山东 在山东 祈马迁记载 皇帝特别到了中国山东的泰山 在那里为上帝这位神 筑了一座坛 崇拜他 而司马迁在史记当中 同时也记载 汉代另外一位史学家的记录 这位史学家郑玄 他写的中文是说 上帝者天之别名也 神无二主 上帝就是天的另外一个名字 他讲得很清楚 只有独一真神 没有两个主 再次又印证 我们旧约所教导的 另外在大明会典当中 有一首收集到的当时的歌谣 I am not even going to attempt to try to read the文言文 读这个文言文大概会昏倒的 But Lulu is able to do it So let's listen to it 这边这个歌谣它说 愚席洪荒之初兮 魂蒙 五行未遇兮 两要未明 其中挺立兮 有无容身 神皇初遇兮 史盼浊青 离天离地人兮 群舞生生 这个要为大家解释一下了 在创造之初 一切是混沌灰暗的 五颗星星尚未运转 那两个光体也未照亮 在这当中 既无声响也无形体 而主权之神 唯有你出来 判断所有清浊之分 注意它的顺序哦 你立了天立了地 创造人 使这一切万物生生不息 跟我一起翻开 创世纪第一章第一节 这里是不是就像 为创世纪写了注释一样 第一节说 就祈出神创造天地 地是空虚混沌 约冕黑暗 神的灵运行在水面上 之后神将光与暗分开 水与地分开 他创造了树木材树 有鱼有鸟天真的野兽 之后他创造人 而创世纪告诉我们 每一个都有生育的能力 照他们各从其类的生产 你看到早在这些拜偶像的事情之前 早在这些道教 儒教佛教之前 在那些有很多庙宇 那些偶像拜镜之前 中国人在两千多年 一直在敬拜 是一位独一 有至高主权的神 他的名叫上帝 而他的本性品格与能力 跟我们旧约的亚卫上帝 是一样的 没有人知道 中文的文字起源在哪里 可是大部分人都同意 大概公元前两千五百年 就有了中国的文字了 所以在爱情人 还没盖金字塔 好几个世纪之前 中国人就开始写字了 在中国人能够有文字写下来 代表你可以记载历史了 这就很有意思了 因为从当时 他们能够记载历史 有几个世界的事 让大家都能记得 在他们能够有能力 记载历史的时候 有一些全球性的事件 是大家通通记得的 就大概在公元前两千五百年 那样的时代里 在这之前有洪水 在那时候有巴别塔 在那时候有巴别塔 而在那个时代还活着的人 还有什么样的事情 是人家永远不会忘记的呢 如果有个全世界的大洪水 你大概一定都会记得吧 如果巴别塔使得人们 四散到各处 语言变乱了 你一定会记得啊 如果这些事件是真实的 圣经不是随便的神话故事 那在公元两千五百年的人 他们也不会忘记 创造的故事 因为在一千六百年前 亚当还活在世上 你要了解 是在马土撒拉刚死的时候 洪水降临 当马土撒拉在世的时候 亚当也还活在世上 那个年代的人 活得很长寿的 亚当活了九百多年 马土撒拉活了969年 实际上从创造到洪水 才八个世代而已 如果这些都是真实的 当时存活的人 也一定记得它才对啊 也想在他们的历史当中 记载下这一切 华文的文字之所以特别 是它可以有这个能力 记载历史的 因为华文不是用字母 拼组在一起 而是用形态显示出来的 因此每一个华文字 不但是表达的意思 还能够带出历史来 每一个文字可以讲一篇故事 如果这一切都曾经发生过 而华人也是在巴比达之后 散出来的百姓 他们是挪亚的后裔的话 当然他们要记载下 这种全球灾难性的事件在 and for the next 20 minutes or so I'm going to show you that all these global events were documented in Chinese history 接下来20分钟 我让你看见所有全球世界 都记载在华文历史里面 神说让我们照我们的形象造人 the word make also means to create 这个造就是创造的造 create in Chinese is the word造 中文的造就是这个创造的造字 now notice how you write this word 注意到这个字怎么写啊 alright this word is written this way 这个字的写法是这样子 there was speaking words 首先有说话的告 当这宣告说出就有行动产生了 所以在这个告旁边是一个走字边 不是这样吗 神一说话就开始活舞出来了 从第一个创造的造字 你就看见创造的故事在里面 你看22节这里 神就赐福给他们 让他们生养众多 所有华人都很爱这个字 福 农历年到处都看到这个字 不管是家门口公司门口都贴这个字 为什么 福气就是好运啊 希望福气好运能够到我们的家里面 到公司里来 有的时候故意倒着贴这个字 代表这个福到了 可是对华人来说福原本的意思是什么 福这个字怎么写的 你看到旁边这个柿子旁是神的意思 有一口代表一个人的单位 代表神跟一个人 一个灵魂在一起 在田园里 这叫福分 对古代华人来说福分 不光是金钱物质而已 是神跟人 有美好的关系 在美好的园子 你的公司 你的家庭的职场里面 你是热烈的派掌 跟旁边说 神要跟你有美好的关系 祂要赐福于你 你看到创世纪第二章十五节这里 十五节耶华神将那人安置在伊甸园 使他修理看守 中文圆这个字怎么写呢 你看到镜头 是这个语言 大家都说圆 圆 现在看这个 看大家 神拿了尘土起来 用口吹气进去 两个人身上 一个是一个人 男人 从他身旁出来了女人 把她们放在这个范围里 这就是圆了 Derek不是中国人都会开始兴奋了 在二章十六节这里 耶华神吩咐他说 圆中各样树上的果子 你可以随意吃 只是分别上样树上的果子 你不可吃 因为你吃的日子 必定死 神拦阻他们 神拦阻他们 禁止他们 在中文里面讲 禁止的禁字 神给他们放在园子里面 有这个树林在 He gave them a revelation 启示 神给他们这树木的启示 神给他们这树木的启示 不要吃哦 你吃的话必定死 为什么放两棵树呢 因为有生命之树 还有分别善恶之树 现在到第三章第一节这里了 这里有问题了 耶华神所造的 唯有蛇比天野 一切的活物更狡猾 魔鬼来 试探女人了 中文试探诱惑人 让人入魔的 那个魔字怎么写 你看呢 everybody said 魔 魔 魔这个字怎么写呢 这边有个园子 哇 有一个行动一撇在那 one guy came to man 他来找人了 那个儿子 secretly 私下的 this is the word 私 私 means secret 这个私就是秘密的意思 so this word 鬼 means devil 这个就是魔鬼那个鬼子啦 also it means suspicious 鬼鬼祟祟 中文也讲鬼鬼祟祟的啊 he came in 他进来 slow movement 慢动作 where did he come 他到哪儿去 he came to the tree among the trees 他是在树林当中来的 undercover 在灵影之下 he came as a tempter 他来应诱人了 so he tried to seduce Eve 他来诱惑夏娃 Eve eat the fruit 夏娃吃着果子 Eve the bible said lasted after the fruit got greedy for it 圣经说夏娃就贪婪 看着这果子 how do you write the word to last or to贪婪的蓝 这个贪婪的蓝子 怎么写的呢 notice it's again those tree over a woman 注意到这两棵树 在这个女人之上哦 because the woman faring to sin first 因为第一次出现贪婪 就是女人掉入罪中 alright now temptation is always tough 试探都是很难搞的 so what is the chinese word for difficulty or worry or stress 因此当中文讲到 困难困惑的时候 这个困字怎么写 isn't it this word mo over a boundary 是不是把个木 圈在这个框框里头呢 you don't touch this tree 不要碰这棵树啊 oh very difficult 很辛苦 很困难啊 我要 我要 很困难啊 well Eve fell into sin and then Adam too 下巴 亚当他们掉到罪里面了 and the result of the temptation was sin or罪 试探代下的结果 就是这个罪子 now the ancient form of罪 I'm going to write for you the ancient form 你要了解 罪的古字 不是长这样 all right I'm now an expert in ancient Chinese 我现在是古文的专家了 okay 看起来很古的样子 now this one sin this zui the ancient form 这是中国古文的罪字 is actually a man 人 with his nose is the nose of a man 是自我的字 是人的鼻子 and he feels very bitter very sinful 而下面是一个辛苦的心字 so this was the original meaning of the word chui 这是最原来的样子哦 but when Qin Siuang came along he united China in 221 BC 可是大概在 2100多年之后 Qin Siuang出现 整合整个中国 this is the man that built the great wall of China 就是这个人 建了中国的长城 and and he changed this word 他把这个字给改了 from this word he changed it to this for against 他把这个字改成 四个非 这个罪字 you see this is the word for and this is the word against 所以你看见 上面是个四 下头是一个非 now Qin Siuang was not a Christian Qin Siuang不是基督徒哦 but by the way not every emperor was a non-believer there were many emperors who were believers of God 可是要先澄清啊 不是每一个皇帝 都是不信主的 好些皇帝 是认识耶稣的 I'm going to talk about it more 这个呢 我会更多地讲到 but why is but although Qin Siuang was not a Christian but he was very he was moved by God 虽然 Qin Siuang不是基督徒 但是神 同样可以感动他 why was the zui written as for against 为什么 所以这个字 是 四个非 放在一块 of four contradictions 四个四事而非 because do you know there were four contradictions here in Genesis chapter 3 因为在 创世第三章 就有四个 四事而非之处 你看第一节 The devil says has God indeed said you shall not eat of every tree of the garden 魔鬼说 神起 神起 是真说 你们不可吃 圆中 树上所有的果子 不是这样啊 这跟神的话 是四事而非的 神说只有一棵树的果子 不可以吃 所有树可以吃 只有这棵不可以 这是第一个四事而非 第二个四事而非 在第二节 现在下巴也被吸进来了 神曾说 你们不可吃 也不可摸 免得你们死 诶 又不对了 神可以让他们摸 但不可以吃而已 第二个四事而非 第三个四事而非 第四节了 神对你们说 你们不一定死 不对呀 神说吃的那日 必定死 这是第三个四事而非 而第四个四事而非 第五节 因为神知道 你们吃的日子 眼睛明亮 变如神一样了 魔鬼告诉夏娃 神不希望 你跟他一样有能力 所以他们不让你吃 这是第四个四事而非 第一次有这个罪的形状 出来的时候 这就描绘出 创世第三章 那四个带出 人罪恶的四事而非 我们来说 我们来说 哈利利亚 哈利利亚 看他第七节 他们两人眼睛就明亮 知道自己赤身露体 这个赤裸的罗怎么写 你看到荧幕上的 注意到跟你穿的衣服有关呢 当你吃那个果子 这个衣服就不见了 第一次感到赤裸 就是创世纪里面 教导 你吃了果子 就开始遮蔽自己 你看第八节 天起了凉风 耶华神在园中行走 那人和他亲自 听见神的声音 就藏在园里的树木中 躲避耶华神的面 亚当去躲起来了 躲这个字怎么写的呢 他的身子 乃 是 藏在木头后头了 他的身子就好像树木一样了 换句话 他躲在树木后头 你看不到他了 人躲起来为什么 因为他感受到 罪的那个羞愧 这个困子怎么写呢 你看荧幕上头 跟你的心有关嘛 所以心子旁 鬼进到心里去了 你心里有鬼啊 有鬼啦 怎么回事 魔鬼在人的生命中 站了脚步了 因为人对落 罪成为人性的一部分啦 到了创世纪第四章 就记载下 人类的第一次犯罪 这跟两兄弟有关呢 哪两兄弟 就是该隐跟亚伯 怎么回事 这个哥哥做兄长的该隐 杀了弟弟亚伯 兄弟成为凶手 所以他的兄长成了凶手了 凶手的凶怎么写呢 哇 长得很像耶 这两个 你看到四章十五节那里说的 该隐跟神求怜悯 神啊 你把我赶出去 每一个人都可以攻击我啦 神说好 我在你身上 有特别的保护 可是你一生都带着这个记号 你看到四章十五节这里 耶和华给该隐立一个记号 免得人遇见就杀他 这个凶恶的凶字怎么写 一个人的额头上面做了个记号 看到没 凶恶的凶字 就印在该隐的头上的 所以早在古代 所有创造的故事 都记在我们的文字里了 来到创世第七章 我们看见洪水的事发生 你看到第七章第七节这里 诺亚同他的妻和儿子而父 都进入方舟 躲避洪水 中文要写船这个字怎么写的 船 Everybody say 船 How many of you have written this as a Chinese in primary school put up your hands You see you're writing this but you're writing Genesis story and you don't even know 哇 你每次在写创世纪的故事 你自个儿都不知道咧 船这个字怎么写的 你看啊 这就是一艘船 舟 with eight people 八 里面有八口人 You say why eight people in the boat 诶 怎么船上有八个人啊 Because chapter 7 and verse 7 says Noah and his wife two people 在唱世纪七章记者说 挪亚跟他太太两个人了 三个儿子 五个了 and three daughter-in-laws there's eight 在家三个媳妇 多少 八个人 The first time boat was used eight people were inside 第一次用船的时候 里头就是八个人的 recorded in Chinese history 华人的文字里面 就记下来了 Oh come on let's give the Lord another big clap Hallelujah Now we come to the tower of Babel 现在又看到巴别塔了 All right This is the third big major global event 这是第三个 全球重大的事件 Like 9-11 has to do with a tower 好像9-11一样 它跟高塔有关的 But not because the plane hit the tower 可是不是飞机 飞进去的关系 So we come to Genesis 11 你看到 川诗11章 And here the world got wicked again 这里世界再一次掉入邪恶里 Look at Genesis 11 and verse 1 11章1节这里说 Now the whole earth had one language and one speech 那时天下人的口音言语 都是一样 All right And verse 4 They say Come let us build ourselves a city And a tower Whose top is in the heavens Let us make a name for ourselves Less we be scattered abroad Over the face of the whole earth 第四节他们说 来吧 我们要建造一座城 和一座塔 塔顶通天 为要传扬我们的名 念得我们分散在全地上 Now how do you write the word tower in Chinese 而中文的这个塔字 是怎么写的呢 It's the word塔 Everybody say 塔 塔 Right Now notice how you write it 注意这个字怎么写 All the people 人 首先全部都是人 Speaking one 一 Mouth or one language 口同声的 People have one speech This is the Chinese word 人 眾口一声的是什么 合一的合字 So when we have one vision One language We speak one word We are united together 当我们有同样的意象 当我们说同样的语言 我们就是合一在一起的 But here they were united For something evil 可是这里的合一 是为邪恶的事情 They were taking grass 草字头 拿了草出来 所以有草字头 And clay 土字边 加上土字边的土一起 And they formed the word塔 就形成这个塔字 So the first time tower is used in Chinese history It got to do With people in unity together building something 而人第一次使用塔 这个字 就是人们合一在一起 要建造一个东西 Now look at verse 9 你看第九节 Therefore its name is called Babel Because there the Lord confused the language of all the earth 因为耶华在那里 变乱天下人的语言 因此它称名叫巴别 Now what do you say in Chinese? 中文怎么说的? 变乱 变乱 Confusion or乱 How do you write it? 这个混乱的乱字怎么写呢? It got to do with your tongue 这跟你的舌头有关啊 This is the word舌头 or tongue 这是舌头的舌字 And because of tongue Now this word This character It is the right leg It's your right leg 这个边旁呢 就像人的右腿一样 It speaks of the right leg scattering in one direction 代表是从一个方向 用这个右腿 把它快散出去 混乱 Because of the words The people were scattering 因为这些人的言语的关系 被赶散出去了 他们的言语被变乱了 Now the Chinese word for scattering is the word 分散 中文讲到分散这两个字 你看到分散这两个字 My pronunciation is not so good I got to learn from Lulu How do you write 分散这两个字 要怎么写呢 下面看得到吗 跟旁边有说要看着牧师啊 All right It is the word 八 And the word 刀 and knife 这个分字 上头是个八字 下头是一把刀 Why is there eight 为什么写个八呢 Because there were eight generations leading to the Tower of Babel 因为从八个世代 才数到巴别塔这里来 And they were all divided by the knife So there was division 因此又把刀 把他们分开来 让他们分割出去 Now分 散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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My honey pink is not so good 散散 Now look 散散 Is all the people This is where you get the word 共 这个呢是共有的 共上头那个字 人民共和国共 Right Yeah 那个共子 And this is 肉质边 Flash 下头是个肉质边 所有有血气的 And this word Lulu help me 这个是铺子旁 铺子旁 That means Followed 这个是从后跟上的意思 So look Put them all together 把他们全部放在一块 Generation were divided And all the flesh Followed 这世代被分割 所有有血气的 跟随而去 So because of the tower of Babel 因为有巴别塔 All the people Were scattered 所有人被赶散出去 And one major group Went in towards the east And settled in the land of China 很重要的一组人 往东边去 到了中国安定下来 So they migrated 因此他们迁移过去了 Okay the word Migrated Or scattered Is this word Look 而中文迁移的 这个铅字 你看到了 Now very interesting 很有意思啊 Okay this is the last space I have Okay so everybody Look at this last space 没个人看到 最后一个洞了啊 All right Now how do you write This word 铅 这个铅字要怎么写呢 It was a big migration 大 这是一个很大的铅意 所以有个大字 是大 And this word 四 这个四字 Which means Division 这个字是分散的意思 So there was a big division 一个很大的分散 Where did it happen from 从哪发生的呢 From the west 是在西边发生的 So Babel To the Chinese race is known as the west 对华人来说 巴别塔 是在西边的事情 Remember we all have the You know the Chinese mythological story of the monkey god He went to the west 中国那个很好玩的 童话故事叫西游记 All right Where is the west To them It's not America It's not England It's not England It's Tibet It's towards that area 他们的西方在哪 不是美国 英国 是到西藏 印度那儿去 So Babel To them at that time is the west So they all scattered And settled in the land of China 因为这样的分散 让他们安定到中国之地 皇帝 was one of descendants 皇帝是他们当一个始祖 And in this time The Chinese character was invented 在那个时候 中国的文字开始发明出来了 And all these things was recorded 这一切都记载下来 But they didn't just record history 可是它不光记历史而已 Remember 皇帝 worship上帝 记得吗 皇帝特别去拜上帝 So there was this concept 有这样的概念 That God did not want to forsake relationship with man although we have fallen into sin 尽管我们掉入罪中 神没有撇弃跟人的关系 How many of you know God doesn't want to give up His relationship with us Amen 多少人知道神 一直要跟我们建立关系的 So what did God do 神要做什么呢 Well the Old Testament tells you He instituted a system of blood sacrifice 而旧约告诉我们 他设立整个试验上 血迹的系统 All right Now how do you write the word sacrifice 这个牺牲献祭的 西字怎么写 Just a few more Okay then I'm done 再几个字就写完了 All right How do you write sacrifice 这个牺牲的西字怎么写 Look sacrifice 你看这个字啊 You say Ah Pastor very hard 牧师这个字很难呢 Okay let me see Well what did God do The book of Hebrews tells us 神是怎么做的 希伯来书告诉我们 Leviticus tells us Leviticus也说了 God says Take the cow 神说把你们牛带来 Take the lamb 把你们的羊带来 But it got to be Without blemish 可是是最美 没有残疾的 Sew Perfect 是完美的 Kill them with a spear 用刀割 把它给杀了 Off as a sacrifice 把它献上为祭 Can you see The whole concept of the blood sacrifice Is already in this one word 你看见一个字里面 把整个献祭的概念 放在里头了 Especially use the sacrifice of a baby lamb 特别要献上是 羊羔的记 So how you write 羊羔 或羔羊 这个羔字怎么写呢 You take a lamb Put it through fire 你把羊放在火上头 So the concept is Take a lamb Sacrifice it Burn it 所以概念就是 把羊带来 牺牲它 烧了它 Then what do you do Take the blood 你还要做什么 你还要撑它的血 Do you know The original Chinese word For blood is this picture of a vessel with a drop of blood Inside 你知道中国古字的血字 是长这个样 一个器皿里头 有一个点 This is the vessel of a cup a Chinese cup with blood inside 这是一个中国杯子的形状 里面放的是血 But then it was changed 可是后来改了这个字呢 It was changed to this word 血 慢慢演化成 今天我们所写的这个血字 Now how do you write 血 这个血怎么写的 血 is actually Now watch It is blood a dash of blood in a vessel Mean This is the word This vessel 你把一滴血 放在器皿的鸣里头 Now you say This is too hard No you're singing this all the time in the Chinese church You say 哎哟这个很难 没有没有 我们华文教会 一天到晚唱的 Since when 你什么时候有唱啊 Remember the song Above All Else 你记得我们唱那首歌 Above All Else吗 You know Elly comes every week Elly每个礼拜来啊 So imagine I'm Ellie right now 假设我现在是 长头发的Elly啊 You know Tall 高挑窈窕的身材 I always sing like this 每次唱歌都是这样的 Here I stand 想赴于你 Here I stand 可母于你 愿成为你器皿 Every week you're singing it 每个礼拜你在唱啦 The whole concept of blood in a vessel 整个血 成在器皿里的概念 Bring before the presence of God 要带到神的面前 For the forgiveness of our sin 来赦免我们的罪 All right Ultimately Jesus Christ is the Lamb of God Sent by the Lord Sent by God himself To be the Savior of the world Hallelujah 而最终 耶稣基督 神的高扬 是神亲自拆下来 成为我们的献祭 Come on Give the Lord a big clap 每个月二年的派长 And you know He came to give us righteousness 他来是要赐公义给我们 And righteousness is this word Lamb over me 而义这个字就是 羊在我之上 Lamb 羊 在我之上 So notice Sacrifice I have to do with lamb 注意到 牺牲一直跟羊有关 Now remember Many people say And you heard it before What about You know you guys are Christians You know you say God loves the world But what about ancient China 很多人在说 哎呀你们第一天到来 说神爱中国 这个可是你看 古代中国人怎么办 What about all this ancient China 那些古代的中国人呢 I got so fed up People talking to me like this 每一次人家这样跟我讲 都受不了了 Next time somebody talk to you Especially in this Chinese New Year You tell them this What I'm going to tell you right now 下次有人这样问你 特别农里年的时候 你就把我现在跟你讲的 告诉他们啊 This word Thousands of years old 这个字已经几千年的历史了 Longer before Jesus even came 早在耶稣第一次降临之前 就有了 How do you write this word 这个字怎么写的 Originally you take a lamb 一开头你拿一只羊来 And you use your hand 手这边 用你的手 You take a spear and pierce him 拿把刀戳进去 A spear 一把刀戳戳进去的 So the Chinese already prophesied 中文已经预言了 God will bring His lamb 神要刺着祂的羊 And people will take a spear and with their hands pierce him And you know that happened On Calvary 而人要拿着刀戳 戳进他的落庞 这就在施架上发生了 Can you imagine Thousands of years Before Jesus came 发现到耶稣来 几千年前呢 Even His death was already prophesied In Chinese writing 他的死亡 都已经在中文文字里面 预言出来了 Now today My boy Dayian is called Kang Yi 今天我的儿子的名字 就叫Kang Yi But in Singapore We write In this simplified format 可是新加坡 我们写的中文 是简体词的中文 即使这个简体词 都很漂亮 代表有一滴血 躺在十字架上 十字架上的血 它可能是在神面前 庆明里的血 可是也代表最终 在各个他诗架上 流出的血 而华人 不知不觉中 不断在期待 好久以前 早在道教 佛教儒教进来之前 在整个历史当中等待 那天神会把神的最终的牢 会把神的最终的牢 把神的最终的牢 把神的最终的牢 死在地上 被碰到地上 然后祂的血 会成为我们的罪 有一天 神赐下祂的羔羊 死在十字架上 身旁被刺破 然后带下祂的保鲜 这就我们的罪 Hallelujah Hallelujah 你可以想象哦 你出去外面写这些字 不知不觉 把神的历史 写在你心里了 潜意识当中 你一直重塑 圣经的故事 在约翰福音三章十六节说 反省祂的不知灭亡 反得永生 永字的古字是长这样的 这阳来能够像水一样 洗净你所有的罪 今天我们的字变成这个永字 也是同样的意思 当这血流出来 它像水一样 洗净你一切误会的罪 Hallelujah 你去热恋的拍掌 你今天是怎么得救的 因着信而得救 罗马书第十章第八节说 人口里承认就必得救 信是什么 是当一个人 使用他的水 说出这个话 而且说的话带出信心 带出得救的救恩来 这就是医院里的拍掌 这是不是很神奇 你说 我都不知道这个了 下一次有人跟你说 你是华人 你应该做这种教的吗 你说不 早在这些月以前 我们有这个了 你信的是美国人的信仰 你信的是布什跟欧巴马的信仰 你说不啊 不是这样啊 好久好久以前 即使我是小孩的时候 我就在写这些字了 神的故事 从创世纪 到洪水 到巴别塔 到整个献祭的系统 到基督死在世纪上 到我怎么样蒙福 讲到信心 神是华人的神 I'm going back to my roots 我要回到我的根源 I'm going back to my culture 回到我的文化去 You want to clap 给 the Lord a big clap 这一句最热烈的拍掌 Hallelujah Hallelujah How many of you want to learn even more amazing things about God in ancient China 有多少人想学 更多神 在古代中国要做的事 下个礼拜回来 I want to close the night by going to Acts 17 最后结束 我们要看到 使徒行传十七章 Act 17 I know this Chinese New Year many of you have many stories to tell now 我知道这个农历 你很多人有故事 要说了 Hallelujah Hallelujah In Acts 17 and verse 22 使徒行传十七章 二十一节 Act 17 and verse 22 使徒行传十七章 二十二节 下个星期你来 I'm going to tell you an amazing story 然后跟你讲 个非常神奇的故事 You know My dad named me after a Chinese emperor 我爸爸给我取名的时候 就叫一个中国的皇帝取的 His name is 康熙 他的名字叫康熙 康熙皇帝 清朝的康熙皇帝 So I asked my dad One day When we were in We were in Taiwan And we were in the Chinese museum Ah 我们在台湾 故宫博物院的时候 我就问我爸爸了 I said And there was a lot of Stuff about 康熙 哇 里面很多康熙皇帝的收藏哦 And one of the The things that was on display Was that 康熙 was a convert He was a Christian 在这个当中 看到一段 讲到康熙信了主 And how he was praising God 他怎么样赞美神 他是个基督徒哦 Next week I'll tell you more about him The greatest emperor in China A believer of Jesus Christ And I asked my dad I said Why didn't you name my Why didn't you write My Chinese name Exactly like him 我就问我爸了 你干嘛不让我的名字 跟他完全一模一样呢 They said If I do that All your friends will laugh at you 他说如果我这样 你所有朋友都会笑你啦 But anyway Next week I'll tell you more about 康熙神 And it's an amazing story 下个星期 我会跟你多讲一点 康熙神 下个星期不要再上这个写字课了哈 But I'll tell you a very exciting story 非常兴奋的故事哦 But in Acts 17 And verse 22 17章22节 Paul came to Athens 保罗来到雅典 And Paul did not score the people for the idolatry 保罗没有骂这些人 拜偶像耶 He says Man or Athens I perceive that in all things You are very religious He says 雅典人啊 我看你们凡事很敬畏鬼神 And then he says In verse 22 22节这里说 I was passing through and considering the object of your worship And I even found an altar with this inscription to the unknown God 我游行的时候 观看你们所敬拜的 一座坛上面写着 为世之神 Therefore the one whom you worship without knowing him I proclaim to you 你们所不认识 而敬拜的 我现在告诉你们 I tell you This is our job I tell you This is our job in China This is our job in China This is our job in China In Taiwan 在台湾 Here in Singapore 在新加坡这里 And all throughout the Chinese speaking world You know 所有华人的世界里头 Chinese people are like the men of Athens We are very religious We are very religious We are very superstitious 是很迷信的 We are scared of ghosts and鬼 all the time Wow 一天到晚 疑神疑鬼 趴来趴去的 You know Everything is ghosts here and goes there Wow 这个也是鬼 那个也是鬼的 You know 死鬼 羊鬼 罪鬼 酒鬼 脏鬼 You know We are very religious people 我们都是很敬畏鬼神的 And what we need to do is point them Because Chinese people are searching for God 因为华人 一直在寻求神 And we got to tell them the God that you've been searching for We are going to tell them You are going to tell them It's the same God The first emperor of China worship is the God 上帝 Just the first emperor The first emperor of China worship is the God You don't know his name But to the Hebrew He is called Yahweh or Jehovah But to the Hebrew He is called Yahweh or Jehovah To the Christian He is called Jesus Christ And to the Chinese people From the beginning He is called上帝 And look at verse 26 And he has made from one blood Every nation of men To dwell on all the face of the earth He has determined The pre-appointed times And the boundaries of the habitation Being to the pre-appointed times And the boundaries of the habitation So even while you may not know God Goth has already included you Into his plan to save you He wants to reveal himself to you He wants to tell you his story And tell your roots And your cultural heritage And tell you that he wants to bless you And he has a good plan for you To make you the head and not the tail To prosper you Oh give the Lord a big hand Look at verse 27 now So that they should seek the Lord In the hope that they might grope for him And find him Though he is not far From each one of us So God is not far He is just a breath away Do you know the moment you were born For many of you How many of you here are Chinese Leave up your hands How many of you learn to write Chinese As a young boy or girl Put up your hands You know that he is a young child You know that he is a young child You know that he is a young child Even when you write the word Tien a simple word God was trying to reveal himself to you Even when you write the word Tien a simple word I am the one bigger than all the big On the earth I am the one bigger than all the big On the earth When you write all these words God is near you Trying to show you When you write all these words God is near you Trying to show you Come to me All those that are heavy laden That些劳苦丹重 但到我这里来 You see he is orchestrating All the human events 他在安排所有人类的事件 Even the bad times Even the economic recessions 即使是逆境 即使经济不景气的时候 So that every one of us Have the greatest chance To know him And to experience him And to encounter him As the true savior And God of all the earth Hallelujah 有每一个人 有最好的机会 亲自来遇见 认识 经历 他是我们拯救的神 Come on you want to clap Give the Lord a big clap tonight We do热烈的拍照 Hallelujah Oh give the Lord a big hand Musicians come up right now Hallelujah How many of you tonight Suddenly realize Hey God really has been Trying to show himself to me Since I was born Put up your hands right now You突然觉得 我从小时就开始 向我写明他自己 Can we trust him then 我们可不可以信靠他 Can we trust him Who is so interested in us Can we trust this God This heavenly father To take care of us When we go through difficult times 当他这样子关心我们 我们能不能信靠他 在我经历困难的时候 他会继续照顾我 Of course you can 当然你可以 Even in this economic recession 即使在经济不景气的时候 Can we trust in him 我们可以信靠他吗 This God Who wants to reveal himself Let me tell you What does he want to show you He wants to show you That he's Jehovah Jire The God you're provided He wants to show you He wants to show you That he's Jehovah Jire The God you're provided He wants to show you That he's El Shaddai He's the God of modern enough 他要写明他是一粒杀的 还是绰绰有余的神 He wants to show you That when the whole world is going down You can keep on going up 他让你看见 全世界往下滑 你可以不断往上爬 You say Oh but how How You know I'm being retrenched You say How about how You know I'm being retrenched You say How about how How about I'm being retrenched 让你能够发挥新的才华 进入更高的领域 Today I want you to begin to pray Today I want you to begin to pray God I want to trust you to take care of me 神我信靠你能照顾我 Well how many of you also secondly tonight 而第二有多少人 在我们当中 You can suddenly you believe and you have faith Man if God is the God of the Chinese people Then my family can get saved You have信心 神是华人的神 我的家人都可以得救的 My grandparents My father My mother My brother My sister Long before these things came in He is the God of China Now you realize Why the greatest revival is happening in China right now So you了解 为什么最大的复兴 现在在中国发生 Because inbuilt in the Chinese culture 因为在华人文化里面内造的 Is this hunger for this one true God 就是要渴慕这位真实的神 所以每一次你跟华人说话 你不需要进到很深的神学里头 你不用跟好像外星人 要去解释很多东西 你想要跟他谈中文 他是你的神 他爱你 他要赐福你 华人世界每一个角落当中 一谈 他就敞开心 愿意介绍他做救助 一直是回到我们的根据 一直是回到我们的根据 回到真正的文化里 让我们一起站立起来 Hallelujah Let's just lift our hands and just begin to worship this great God I mentioned that for most of us Chinese The moment we become Christians very often we are made to feel that we have done something wrong 特别我们所有的华人 当我们一做基督徒之后 突然要你有个感觉 好像你做错事了 We are made to feel as if we have embraced a totally foreign Western religion 人家好像觉得 我们去拥抱的是一个 外来西方的宗教 that somehow we are abandoned our roots our culture and our Chinese heritage 好像我们放弃自己的根源 中国的文化跟遗产了 because if you are Chinese many people make us feel well you're supposed to be either a Buddhist a Taoist or a Confucianist 因为如果你是华人 很多人觉得理所当然 你要就是儒家 要就是佛教 不是道教徒 but the truth of the story is China has a 4,500 year history 然而事情的真相是 中国总共的历史 有4,500多年 so this is the year 2009 这里是2009年 and this would be say 0 BC 这是公元的零年 China has a history of 4,500 years 整个中国的历史 有将近4,500年的时间 it is as old as the Hebrew race 几乎跟希伯来 整个种族一样的古老 it is among the most enduring and unbroken civilization in the history of mankind 是在人类历史当中 最古老渊远流长的一个文明 but the truth of the matter is in the entire history those great religions of Taoism Buddhism and Confucianism came fairly recently 可是在整个历史当中 我们所谓的这些宗教 佛家 道家 儒家 也好 都是非常新近 才发生的 道教的出现 大概公元前六世纪 而佛教跟儒家的出现 大概是公元前五世纪 这里一个很重要的问题是 what about this period of time 这一段时间呢 almost 2500 years 将近2500年哦 what did the Chinese people believe in 中国人相信的是什么呢 and history or historical documents tell us they didn't worship idols 而历史的记录告诉我们 他们拜的不是偶像 they worship a god called上帝 他们在崇拜的是这位上帝 and the word上帝 means the most high king or the king who lives in heaven 上帝的字面意思 就是至高的君王居住在天上 so the Chinese worship the only one and supreme sovereign god 因此华人在拜的是那个独一 真神是至高的主 and when you study his character and his nature and works you find that they were totally similar to the god of the old testament bible 可是当你研究这个上帝 他的性情 他的品格 他的工作的时候 你发现他跟圣经里面 讲到的神一模一样 but while the Hebrew people call him Yahweh or Jehovah 而希伯来人把它称之为 Yahweh或耶和华神 the Chinese call him 上帝 而华人把它称之为上帝 now in China the first dynasty with actual written records and documents is the Shang dynasty 在中国 有真正文字历史记载的 第一个朝代叫商朝 that means those historical documents are still available today in museums and libraries 当时所记下的历史记载 到今天图在一些博物馆里面 还可以看得到 and this was roughly the same period as the time of Exodus all the way to the book of Judges 而商朝的时代 就像圣经当中 除埃及记 到世事记的年代 so while Moses and Joshua were leading the people into the promised land 当摩西跟约束牙 by百姓 带进到应许之地的时候 you have the Shang dynasty in China 中国这边就有商朝了 now both Confucius in his five classics and 司马迁's historical records confirm that the Shang people worshipped上帝 不管是孔子的武经也好 司马迁记的史记也好 里面都证实 当时商朝的人 拜的就是这位上帝 他们拜的上帝 在全地是掌权的主 like Daniel chapter 2 in the Bible 就好像圣经 但一里书第二章一样 he removes kings and he raises up kings 说他能废王 也能立王 this上帝 governs the rain the wind and all the elements of nature 这上帝是主管 所有的风雨 所有自然界的因素 and they call him in their documents the lord of the harvest 而在他们的记载里面说 他是庄稼的主 isn't that interesting this is very interesting Jesus says that you got to pray to the lord of the harvest jehovah God 耶稣说 你要求那庄稼的主 就是我们耶华神 the chinese call their上帝 also the lord of the harvest 华人也把上帝 称之为庄稼的主 the shang dynasty was later conquered by the jow dynasty 而商朝后来 被周朝所征服 and instead of calling God上帝 the chow people call him 上天 周朝的人 不把他称之为上帝 反而称之为上天 and the word 天 means of everything that is big on the earth he is higher than they are 而你看到 这个天字 讲的什么意思 在地上一切伟大事物 之上 一个更高的那一位 因此他是那位 至高真神 the god most high hallelujah 是最高的真神 hallelujah so while we speak or we say in english oh my god 我们在英文里面 常常讲的是 oh my god you go to china you go to taiwan they love to say 天啊 如果到台湾 中国去的话 天都说 oh我的天啊 it's the same thing it's referring to god 同样讲的都是神 it was during this period where the phrase mandate of heaven was widely used 而在这个阶段当中 他们常常使用一个词 叫天命 in other words they totally believe in the sovereignty and supreme authority of god 换句话说 坚决相信 神的掌权 跟他至高的主权 so to the chinese 上帝 or天 referrs to the same person 因此对华人来说 不管上帝 或天 指的都是同一位 China's greatest historian 司马迁 recorded in historical records 中国历史上 最伟大的历史学家 司马迁 在他的史记里面 记载着说 上帝者 天之别名也 神无二主 上帝就是天的另外一个名字 这世上没有另外两个主了 现在有一个很重要的问题要问了 我们怎么能够百分之百的确定 这一位上帝 就是我们在圣证中 讲的这位耶和华神呢 在中国经书当中 上帝提到了175次 你不需要译测 你有非常清楚的概念 知道到底这位上帝是谁 在诗经当中提到 上帝是有绝对的主权的 这里说 商之孙子 其利不易 上帝既命 侯于周福 这里的意思说 商的后裔 有许多许多的人数 但上帝一发命令 所有都要服于周朝 因此神在所有列国中 他是掌权的 就像圣经教的 只好他们相信 上帝是全能的 在这里他说 渺渺好天 无不刻故 这奥秘全能的天 能够兼顾所有的事物 我们圣经的神 也是全能的神 神经说 在神岂有难成的事吗 不在我们的身 没有任何难成的事 为主热烈的拍张 华人相信上帝 是全知 无所不知的 这里他说 黄以上帝 灵下有鹤 兼是四方 求民之末 他说 全能的上帝 你军灵天下 你能分辨神 百姓当中 一切发生的事 因此没有什么秘密 是上帝不知道的 他什么都了解 同时他们相信 上帝是无所不在的 这里他说 上帝是其 地命适与久违 这里讲到神的旨意 是能够扩展到 所有的境界 各主都有的 这是孔子自个儿 写的文字 同时他们相信 上帝就是爱 这里他说 为天会名 为必奉天 上帝爱他的百姓 而君主当尊崇天 我告诉你 没有什么大的宗教 相信神是爱的 他们相信 可能是全能的神 百姓要敬畏他 然而只有圣经中提到的神 是因为爱的神 是怜悯的神 还有其他的记录 讲到上帝是永恒的 他是公义公平圣洁的 他是怜悯充满恩典的 他是信实智慧美善的神 当你看到所有的属性之后 只能得到一个合理的答案 中国人相信这个上帝 确实就是圣经旧约里面 相信以色列人神 他们相信神 就跟我们基督徒相信的 完全一样 为主热烈的拍张 他向众人显明自己 在今天中国的北京 一栋最美丽的中国古式建筑 就是天坛 这是大概1420年 在明朝的时候建的 它的面积比紫禁城更大 而里面有全世界最大的一座 祭天的圣坛 是要来祭拜这位独一真神的 很多人今天以为 那是一座道教的庙 可是你了解天坛 它真正崇拜的真义 可以追溯到 4500年前 最早的时候 道教是在公元前60世纪 它有 可是早在最开始 4500多年以前 就已经有这样天坛 祭天的常用了 而且它不像一般中国的庙宇 在天坛里面没有任何的偶像 你到任何庙里去看到 里面都有这些雕塑的偶像在 可是如果你到北京天坛去看 里面空空如也没有任何的偶像存在 实际上中国4500年历史里面 从来没有任何看见 上帝雕刻的偶像或画的图画的 因为就像圣经中的希伯拉人一样 中国人了解神诫命当中要求的 你不可为自己雕刻 哈利利亚 给主愿力的拍掌 在这个天坛当中呢 有这个祭天的圣坛在 四千五百多年来 他们在那里来崇拜这位上帝或是天 中国十八个朝代下来 每一个朝代都向天献祭的 要看皇帝当时的京城设立在哪里 那里就会有他们祭天的坛了 如果京城在西安 当时祭天坛就在西安 如果他的京城在南京 那他们祭天的坛就在南京 现在是在北京那儿 因为在明朝的是皇帝 他们的京城设在北京 他们每一次都为至高神设立着祭天的坛 华人从哪儿学到这些的 我们来看创世纪第八章 你要明白 华人是挪亚三个儿子当中 闪的后裔 很有意思的 因为亚伯拉罕同时也是闪的后裔 因此以色列人跟华人 几乎可以说有同样的童园 虽然今天我们的肤色差别蛮大的 记得挪亚从方舟出来之后 做的第一件事是什么 记得当时有极大的洪水 下了四十昼夜的雨 在洪水之后 挪亚从方舟里出来了 你在二十节看见他做的第一件事情 挪亚为耶华筑了一座坛 拿各类洁净的牲畜 陷在坛上为凡计 因此他竹了一座坛 带着洁净的牲畜 在这里为神献祭牺牲 你要了解 挪亚在历史当中是从哪里开始的 就在公元前两千五百年前面几百年而已 不过呢之前一两代的事情 在挪亚之后发生了巴别塔的事件 神变乱百姓的语言 因此所有的人民四散到各地去了 而当时这一族人 往东边迁移到今天的中国这儿 定居安定下来 然而一直从亚伯挪亚传下来 向神献向神圣祭物的事情 一直在他们的记忆当中 在古代中国人当中一直持续下来的 司马迁在他的史记当中记载着 记录了中国第一个真正的君主皇帝 他到了中国的泰山 在中国山东省那儿 在那里逐一座坛为上帝献祭 没有拜偶像哦 而是敬拜着独一的真神 这是大概四千五百年以前的事 而司马迁也记载 这样的仪式是要在城之外的郊也来做 在这里他说 古者天子下 公亲礼寺上帝于郊 故曰郊 在古代下朝的天子 是亲自敬畏的到郊也 为上帝献祭 因此称为郊祭 Everybody say Border Sacrifice Border Sacrifice Why? Because the altar and the offerings were made at the border of the country 为什么呢? 因为他们竹的坛 献的祭是在郊也所做的 Now Confucius considered The Border Sacrifice The Most Important Activity of Man 而孔子认为这个郊祭 是人类所有活动当中 最重要的一个礼仪 This is what Confucius wrote 因此孔子在中庸里面写着说 交涉之礼 所以是上帝也 That means the ceremonies of the celestial and terrestrial sacrifices are those by which men serve上帝 他说在交液 所敬拜献祭的事情 是为了侍奉上帝 So let me tell you how they do the ceremony 让我教教你 他们怎么样做这个献祭的 And you'll find it so similar to the Old Testament rituals 你发现了 跟旧约的礼仪非常相近 在献祭前五天 All animals to be sacrificed Must be inspected And they got to be first born Without blemish And must be totally clean 而在前五天 所有献祭的牲畜 带到这边来检查 所有牲畜是投生 而且没有任何残疾 And this was exactly What God required in the Old Testament 这正是神在旧约里面要求的 First born without spot Without blemish 没有残疾的 投生的归给神 Now how did the ancient Chinese How did they know What上帝 or their God wanted 可是古代的华人 怎么知道上帝要这样的 They have remembrance of Abel 因为他们还记得亚伯 Abel lived only about eight to nine generations before them 亚伯在他们之前 大概八九代的事情 They remember Noah 他们记得挪亚 Who is just one or two generations before 也不过几代前的人而已 Now three days before the ceremony 而在祭祀前三天呢 All right Three days before the ceremony The emperor would go on a total fast 祭祀前三天 皇帝要完全的进食 To sanctify his mind His soul and his body 让他的灵魂 心意跟身体 完全的洁净 And during this time He is to seek上帝 而这段时间 他是要来寻求上帝的 Now the day before the sacrifice 就在献祭前一天呢 The emperor comes in And begin to wash his hands In a basin 皇帝要先为自己洁净 要洗浊 All right He comes in for a tablet With the most holy inscription 要来到这个石碑前 上面刻着最重要 最神圣的文字 And the inscription says 王天上帝 The supreme lord of the harvest 上面刻的字是 皇天上帝 是至高掌权的主 In all of China This is the name above all names 在全中国 这是超乎万民之上的名 The emperor fell to the ground Prostrate himself before this name to worship上帝 皇帝要在这个名字之前 俯伏于地 开始来敬拜这位上帝 On the day of the sacrifice 而献祭当天呢 The emperor wakes up early in the morning 清早皇帝要起来 He will wash his face and hand in the golden basin Just like the priest would do at the labor 他会在金盆里面 洗手洗脸 就好像祭司 在洗桌盆里面洗桌一样 要烧香的 And then Just like a church service He will sing Songs of sacrifices And praise And worship unto上帝 而之后呢 就好像我们教会聚会一样 他们要向上帝 唱各样献祭 感恩赞美的歌 You know in City Harvest Church We sing for a long time They sang even longer You觉得 成熟风歌唱歌唱很久 他们唱得更久了 每个礼拜我们才唱四五首歌 They will sing at least twelve songs 他们一唱最少十二首 Go with me to Genesis chapter 1 我们来看创世纪的一章 All the songs they sang contains similar truths that can be found in the Bible 他们所唱的歌里面的真理 几乎在圣经中 都找到类似的情况 Now take this one song The song of beginning peace This is a second song in the list 你看到其中的一个例子 就是缘和之曲 这是他们歌单当中的第二首歌 这里他说 地壁阴阳兮 造化章 神声七正兮 精华光 缘辅方在兮 照五康 臣感齐报兮 百阴帝约黄 Now this is just like the first chapter of Genesis 这好像创世纪第一章里面一样 He says Lord, when you separated the yin and the yang that means the heavens and the earth 他说 主地啊 当你分辨阴阳 这是天地的时候 Your creative work had begun 整个创造的工作开始了 Oh, you did produce The seven elements of sun Moon and five planets Now that was what the Chinese understood of the heavens in those days 他说神灵啊 你创造了 日月跟五颗 另外的星球 这是当时中国人 对天文的理解 The beautiful and brilliant lights lit up the circular sky and square earth 这美丽的光华 照亮了圆的天方的地 All things were good I, your servant thank you fearfully and while I worship present this memorial to you O,地 Calling you sovereign 而这一切郡都美好 我身为你的仆人 在这里哪里敢说 报答你这一切暴躁 因为你一切所造的是 何等的伟大 This is just like Genesis chapter 1 这就跟创世纪 第一章讲的一样 God separated the heavens and the earth 神分开了天地 And then God created the sun the moon and the planets 神也创造了 太阳 月亮 各样的星星 And then he said Let there be light for day and let there be darkness for night 他说 白天要有光 晚上是黑暗 And then he proclaimed everything to be good 同时宣告 一切是美好的 I mean just Genesis chapter 1 就是创世纪 第一章嘛 And then there's a song 修和歌 which was pretty amazing 而另外一首 修和之曲 也是非常神奇的 这里他说 地垂听兮 亦若清 子职雍美兮 吾由身 测表赫见兮 太后世尊 静尘玉伯兮 燕赫红人 The first line is amazing 第一行 非常神奇 It says You have promised O D to hear us for you are our father 他说天地 你应许要 垂听我们 因你是我们的父亲 Do you know only the God of the Bible among all the major religions in the world is considered a heavenly father 你知道世界 主要宗教当中 只有我们 圣经中的神 被我们认定 他是天上的父 Again there are many great religions in the world 世界上有很多 伟大的宗教 All of them would teach us to do good things Do unto others what you want to be done to you 你要人 如何待你 你就如何待人 Every religion would teach that 每一个宗教 都这样教导 But every religion look to their God as someone who is powerful and to be feared 而每一个宗教 看待他们的神 是非常有能力 非常可怕的 Only the Christian God or the God of the Bible is known as a wonderful heavenly father and the Chinese believe in that of their上帝 只有基督教的神 我们圣经里的神 是天上美好的天父 而华人相信 上帝上的父亲 After they have sung about a dozen songs 在他们唱完十二首歌之后 The animals are now ready or were now ready to be sacrificed 现在预备 要把动物带来献祭了 But along the way to be slain they have to pass through a tunnel called the gate of hell or鬼门关 可是在他们 那个上坛之前 要先经过这段隧道 被称之为鬼门关 换句话说 华人明白一点 the lambs the goats and the bulls had taken the penalty of death for the sin of all mankind 这些牛啊羊啊 是为人类所有的罪 承担着罪的死亡代价 That is exactly what the Bible taught in the Old Testament 这正是圣经在旧约教我们的 Every time when they come before the Lord during the feast 每一次结起 来到神面前之前 the sins are transmitted to the lambs the sheep and the goat 他们先把罪 转到这些羊啊牛的身上 and they are supposed to to take the penalty of death on behalf of sinful men 他们为所有的罪人 承担罪的代价死亡 Can you see this While Israel were doing that in the west the Chinese were doing this in the east parallely at the same time 你看到了吗 以色列人在西方 做这样的事的时候 同时间 中国人在东方 做同样的仪式 希伯来书9章22节说 Without the shedding of blood there is no forgiveness of sins 若不流血 罪就不得赦免 The Chinese always understood the importance of blood sacrifices 华人一直都明白 这流血献祭的重要 That's why to the Chinese Whenever they cut the covenant It must be cut in blood 所以每一次 华人要结盟的时候 一定要有流血的 So we have the phrase 血盟 or blood covenant 因此中文 才有这个血盟之词 Even when you want to join Chinese gangs 即使你在中国参加邦派 or you want to have a you want to have a swan brother relationship 你要跟人 结以为兄弟的时候 The moment there's a covenant it must be cut in blood 要立这样的盟约 一定要有血的结合 Now only the emperor himself could perform the border sacrifice ceremony 当时只有皇帝 有资格来主持 整个的交际 And they were called the son of heaven 这些皇帝 被称之为天子 So the emperor functioned as high priest 因此皇帝 就好像大祭司一样 They come before the altar and offer the sacrifice on behalf of the sin of the people 来到谈前 为所有百姓的罪 献上这个祭物 So they were both kings and priests unto their God 因此在他们的神面前 他们既是君王 又是祭司 Just like what the Bible would teach 就像圣经又教我们的 But they do get tired of those rituals 可是这些礼仪 是会让人厌烦的 Every time doing it again and again 他们每一次 不断不断重复这样做 Asking forgiveness for the same sin again and again without power of freedom 因为同样的罪 不断不断抽身的饶恕 却没有能力 得到真正的自由 Because how many of you know There is no permanent salvation for sin until the Messiah comes 因为多少人知道 直到弥撒亚来到 不然罪 没有办法得到永远的解决 Because eternal salvation can only come When the ultimate king of kings and the ultimate great high priest Come to be the lamb of God to take away the sin of the world 因为只有当万王之王 真正的大祭司 神的羔羊扯去 所有世人的罪孽 才有永远的救恩 Oh you want to clap Give the Lord a big clap We do 热烈的派长 Shall hallelujah Hallelujah So like the nation of Israel in the west 就跟西方的以色列一样 The Chinese have a very elaborated blood sacrifice system Hwar人有非常繁复 整个流血献祭的一事 And like the Israelites The empress practiced this for thousands of years Without full understanding 也跟以色列人一样 皇帝这样做了几千年 却完全不了解其中的含义 Once in a while You have empress that got tired of doing this 可是每个一段时间 会有一些皇帝 厌倦不想这样做 Now we find this especially during the reign of 秦始皇 特别看到这一个 Although he united China He was the most corrupted king in Chinese history 虽然他统一整个中国 然而在中国历史上 他是最残暴的一个君王 And he rejected the worship of上帝 他也拒绝去拜这位上帝 And do you know it's during his reign that massive idolatry came into China 你知道就是在他的朝代 使得中国进入了 很多大具偶像的崇拜 It was during his time When Taoism, Confucianism And Buddhism grew And dominated the Chinese people 而道教、佛教、儒家 之所以能够住到 整个中国也在他那个年代 You see When you refuse to worship The singular supreme God Then all the idols will come in 当你拒绝去拜 这位独一正圣的时候 其他所有的偶像 就全部出现了 Turn your Bible with me now To Matthew chapter 2 跟我们一起翻开 马太福音第二章 From the Old Testament We come to the New Testament 我们刚刚看了旧约 现在来到新约 Here is something very interesting This is going to be so interesting 跟旁边说 This is going to be so interesting Matthew 2 verses 1 and 2 Now after Jesus was born In Bethlehem of Judea In the days of Herod the king Behold, wise men from the east Came to Jerusalem 当西律王的时候 耶稣生在犹太的伯利衡 有几个博士 从东方来到耶路撒冷 Saying where is he Who has been born king of the Jews 说那生下来做 犹太人之王的在哪里 We have seen his star In the east Have come to worship him 我们在东方 看着他的心 特来拜他 Now, Bible scholars Timed this to be around 5 to 4 BC 圣经学者将这样的时间 放在大概公元前 4到5年 Now many people say This is just a fable 很多人说 哎呀,这只是个神话 How can you follow a star 你怎么跟着星走啊 Now what's interesting is this 可是很有意思的是 From ancient Chinese records 在古代中国的记载里 We know that the astronomers in China saw the same star 我们知道 中国的这些天文学家 看到同样的一颗星哦 You see, every night There were 14 imperial astronomers Observing the night sky 因为每个晚上 最少有14名 皇宫里面 御用的占星家 观察天象的 When Jesus Christ was born It was during the Han Dynasty 当耶稣基督降生的时候 大概在中国的汉朝 According to the astronomy records of the book of the Han Dynasty 照着汉书天文志 上面所记载的记录 This was what they said 这是他们所说的 二年二月 惠星出 千牛七十余日 传玉 千牛日月 五星所从起 礼数之源 三政之始 惠而出之 更金之相也 其出九者 为其是大也 Now listen to the English translation 你听听他字面的解释是 In the second month of the second year of Gienping The comet was out of Altia for more than seventy days 在 Gienping第二年二月 有着惠星 从千牛星而出 超过七十多天 It is said Comets appear to signify the old being replaced by the new 在这里 它是要显明 新的要取代旧的 Altia The sun and the moon and the five stars are in movement to signify the beginning of a new epoch 而这四月 新成五星的运作 要显明新的年代开始 The beginning of a new year a new month and a new day 新的年份 新的月份 新的日子的开始 The appearance of this comet undoubtedly symbolizes change 这惠星的出现 象征的就是改变 The extended appearance of this comet indicates that this is of great importance 而这惠星出现的长短 象征这是非常重要的事情 Now let's understand what this whole historical document is all about 让我们了解 整个历史的记载 对我们说了什么 建平是当时 汉族皇帝的年号 因此这个惠星的记载 你可以找出 是在什么样的年份里 华人的时候不晓得 在西方耶稣基督诞生的事情 然而他们确定的是 这是非常非常重要的事件 这是在二年二月 大概是公元前第五年 三月九号到四月六号之间 这就非常符合 学者们讲到耶稣诞生的日子 他们有七十天都可以看到这个惠星 这些博士要从近东地区来到耶路撒冷 就需要七十天的路程 人家说你怎么可能跟着星星啊 因为是惠星 他们真的是跟着星星来的 这颗惠星是靠近牛郎星 也是所谓的千牛星 是在中国夜空当中 看到第十五亮的星星 是靠近水平星群的 而照着史记上面所记载的 他说正义千牛为牺牲 亦为官梁 他说千牛是主要支撑天上的梁柱 它真正的意义要成为完美的牺牲 华人相信上天要告诉我们一件事情 你看着惠星 是要来成为完美的祭 非常神奇 先知性的 他们完全不知道发生什么事 回着热烈的牌张 你看见我们的神是能看见的 回着热烈的牌张 当你进到福音书 好像路加福音二十三章 讲到耶稣被钉在十字架上的时候 全地黑暗将近三个小时 在中国的记载里面 他也有说 鬼害会欲有时之 必正殿请兵 不听是五日 照曰 无得保止灾 折间欲越 战力恐惧 符合沿灾 其上书者不得延胜 他讲到 在那一月最后日 鬼害日 有日时发生 皇帝躲在秦宫里面 不敢出兵 有五天不敢问潮事 他宣布 是因为我福德不足 造成这个灾害 使得日月无光 我恐惧战惊 能怎么说呢 任何提及的人 不可提及圣字 而鬼害这日 是在光武帝第七年 春天第三个月的最后一天 这个日期你去抓呢 大概就在公元三十一年了 正是那个彗星出现 之后的三十四年 这就是耶稣的一生啊 当耶稣出生 天上有天象 中国人看见了 当他死亡的时候 天上有天象 华人看这些记载下来了 甚至给我们非常精确的日期 同一份记载里面 另外一个部分 看见更神奇的一个事情 他说下四月任务 赵曰 比阴阳错谬 日月薄食 百姓有过 在于一人 大舍天下 他怎么说的呢 在夏天 在第七月的人务这一日 是皇帝下赵 阴与阳交错 太阳日月亮无光 所有人的过犯 现在在一人身上 使得天下众人对赦免 当光武帝看见这一切 很明白自己的罪孽 开始恐惧了 他说是我的罪 我们的罪 造成这样的灾害 他宣告所有人的罪 放在一人的身上 他真的明白 他在说什么吗 我们不能确定 但他很详细 和确定 说那罪 在一人的罪 我们知道 他是耶稣 祂的救命 哈利路亚 我们不确定 他明白什么 但是这样的精确 先知之话语 明白所有罪孽 在一个人身上 就是在耶稣 鬼居院内的派长 而更神奇的是 在后汉书里面 有这样的一段记载 他说 鬼害日时 天人崩 鬼害那日的日时 天上来的人死亡了 讲到那当天 神的儿子死亡 三天之后 中国的天上学家 又记载了 光武建武七年 四月秉迎 玉有晕爆 白红冠晕 他讲到 光武皇帝建武七年 四月秉迎那天 当时太阳旁边 有一圈红彩围绕 在那日时之后 三天 再一次天上 天上出现 耶稣死后第三天 怎么样了 他从死里复活 继续 永远地活着 Hallelujah Oh come on Let's give the Lord a big hand 为一句热烈的派场 Isn't that amazing 这是不是很神奇的 His birth His death His resurrection All recorded in Chinese historical documents 他的出生 他的死亡 他的复活 都在华人的历史记录里面 记录了 Well So did Christianity come to China 所以基督信仰 真的来到中国了吗 Well 500 years ago 大概500年前 There was a missionary called Matteo Ricci A Italian 一位意大利的宣教士 叫利马逗 He was a lawyer and a first class scientist who became a Jesuit priest 他原来是律师 跟第一流的科学家 后来做了耶稣会的修士 In the Roman Catholic Church The most fervent The most disciplined The most on fire group of people are the Jesuits 在所有天主教徒当中 那些最火热 虔诚 为神摆上的 就是耶稣会的 In 1583 Ricky and his friend became missionaries to China 1583年 利马逗跟他的朋友 到中国来宣教 Settling in Kwantong province They studied Chinese Wall Chinese clothes and make Chinese friends 他们安顿在广东省那里 开始学习华文 穿中国人的衣服 交中国人的朋友 Mateo Ricci was a brilliant man 利马逗是个很聪明的人 He studied and mastered the Chinese classics including the writings on Confucius and Mancius 他学习之后 精通所有中国的经书 包括孔孟的学术在内 In a very short time He became equal to the best scholars in China 在很短时间之内 他的学问 跟中国的学者 毫不逊色 Now Ricci taught Western science to the Chinese scholars 而立马逗把西方的科学 交给中国的学者 He was the first man who introduced China to the world map 他是第一个 把世界地图 带进中国的人 And for the first time the Chinese people know where they were in the scheme of the world 同一次中国人知道 自己在世界上 是站在哪个角落 He taught them Western mathematics 同时他也教他们 西方的数学跟科学 他从所有中国的文字 所有献祭的仪式 跟他所有的礼仪当中明白 中国的上帝 跟圣经的神完全一样 So what I shared with you last week and this week Basically Mateo Ricci was the first man who discovered it 我上个星期 跟这个星期 所分享的东西 基本上立马逗 是第一个发现的人 Let me tell you what he wrote in Chinese And mind you this Italian man wrote in 文言文 我让你看看 他在中文怎么写 是个意大利人 写的是文言文 So if you can't write Chinese I do I don't know what to say 如果你中文都写不出来 都不知道该怎么说了 If an Italian man can write 文言文 Ancient Chinese 意大利人 能够写文言文出来 Let's say what Let's read what he says 看看立马逗 怎么说的 他说 立官古书 而知上帝 与天主 特意以明 That means having lived through a great number of ancient books It is quite clear to me that the sovereign on high and the lord of heaven are different only in name 他说 当我看到 所有中国的古书之后 很清楚地明白 他们所谓的上帝 跟我们的天主 只有姓名的差别而已 之后呢 他又讲到 无天主 即华言上帝 He who is called the lord of heaven in my humble country is he who is called 上帝 in Chinese 在我们国家 所谓的天主 就是华人 所谓的上帝 这位宣教师 立马都很兴奋了 He began to show the Chinese the similarities 他可以让华人 看见这样的雷同性 And he translated many Christian books into Chinese 也把很多基督教书籍 翻译成华文 And translated the Chinese books into Latin for the Europeans 也把华文翻成 拉丁文 让欧洲人能读 So he was the first man that showed Europe the Chinese culture 他是第一个 让欧洲人 看见华人文化的 Now Ricky showed a great respect to the Chinese and their culture 立马都非常尊重 华人 跟他们的文化 Now listen to this 仔细听好哦 To win them over He sometimes dressed himself as a Buddhist monk or as a Confucian scholar 为了赢得这些人 有时候立马都会穿上 那些和尚的袍子 或是儒家学者的衣服 Now the Jesuits are the most spiritual Catholics 耶稣会是最属灵的 天主教徒耶 But yet Ricky was not religious at all 但他完全不宗教化哦 His strategy was to engage the culture of the Chinese and win them to Christ through their genuine through his genuine love and friendship 他的策略 是希望进入 华人的文化当中 以自己真诚的友谊 跟爱 来为基督赢得这些人 Now stop for a moment and think about this 先停一停 想想看啊 He identified with them by even willing to dress as a Buddhist monk 他认同这些人到一个地步 愿意穿得跟和尚一样 Think about this 想想看哦 What happens if one Sunday morning you come to church 如果有一个礼拜天早上 你到教会来 Pastor Kong came dressed as a Buddhist monk and carry a Bible and preach Kao牧师穿着和尚的袈裟 到台上拿着圣经讲道 Think about it Just imagine 你想象一下好不好 Here I am Not in my suit and tie 我站在这儿 不是穿西装打领带的 Wearing an orange Saffron robe 而穿的是那个 黄色的袈裟 Having beads around me 身上还大挂着佛珠 But carry a Bible and preach Like a man on fire 可是拿着圣经 像火热的人一样教导 How many of you will still stay in City Harvest Church 还有多少人 will still stay in City Harvest Church Or will you immediately take photograph on your handphone put it on internet and say Look the pastor has gone crazy 还是你马上 拿手机出来 帮他拍照 放到网路上面 说 你看我们牧师发疯了 Will you immediately write to the forum and say We need a press conference This man has gone bonkers 还是你会马上 去写信到报社 所以我们需要 开记者会 因为这个人 已经完全出轨了 He has renounced his faith 他弃绝他的信仰了 He got demonized 或还被魔鬼附了 How can he come to church or would dress as a Buddhist monk 他怎么可以 穿着和尚的袈裟 到教会来 But you see Mateo Ricci To him holiness is not what you wear 可是对利马逗来说 圣洁不在乎你穿什么 Doesn't matter if you dress like a Buddhist monk 你穿得像不像 和尚没有关系 Or you have a picture of a Buddhist monk on your jeans 还是你牛仔裤上面 有一个和尚的图案 Makes no difference 没差嘛 Yeah Holiness is a matter of the heart 圣洁是在乎你的内心 I can't hear you want to clap Give the Lord a big clap Zui 愿意掌声 贵给Jung His goal is to gain a position in the royal palace and share the love of Christ to the Chinese emperor himself 他的目标 是也能够争取到 一席之地进到皇宫 有一天亲自跟皇帝 分享基督的爱 Because you can't change a nation we are changing the elite at the top 因为你不能改变 上流社会的精英分子 就不能改变社会 改变是从上到下 They believe they can change and convert the king of China They will change the whole nation of China 他相信当皇帝悔改得救 整个中国都要得救了 That is why I don't believe in isolation 所以我不相信隔绝了 I believe you've got to engage the marketplace 我相信你要进入职场 You've got to get into third space and become an ambassador of Christ to the power that be Hallelujah 成为基督的大师 进入到第三层的世界里面 带着他的荣耀 Be the Lord a big clap Be the Lord a big clap Be the Lord a big clap After 20 years of hard work 在他奴隶二十年之后 20 years of faith 信心的二十年 Ricky became an advisor to the emperor Wang Lee and he was the first foreigner to become an advisor 利马逗成为万利皇帝的顾问 也是历史上面 第一个西洋人的皇帝顾问 Here was a pastor a Jesuit priest a missionary 一个宣教士 耶稣会的修士 became a mathematician 而变成这样的一个数学家 a scientist to the Chinese 对华人来说科学家 and a political advisor to the king 也成为皇帝的政治顾问 Just like Daniel in the Bible 就像圣经的戴伊礼 Just like Joseph in the Bible 像圣经的约瑟 And today we have people in the church are so religious 可是今天教会里面 有很多宗教化的人 If the pastor enters the marketplace They go crazy 只要牧师敢跨进职场 他们就发疯了 Listen If you think engaging the marketplace is so modern and so contemporary 如果你觉得进入职场 是这么现代化的想法 500 years people have already done it You're super behind time 500年前大家就做 你真的落伍久了 You're not just coming out the 20th century 你现在不是从20世纪出来 You are living in the 16th century 你是活在16世纪的 Time for you to get alive and get updated with the will of God Hallelujah Oh you want to clap Give the Lord a big clap You're just热烈的派场 Woo Well Mateo Ricci lived only 58 years Li Ma Do 只活了58岁 He died quite a young man Main年轻就过世了 But in that time Ricci led 2,500 Chinese To Jesus Christ Hallelujah 给他为耶稣基督 赢得2500名华人 The first man to bring the gospel to China 第一个将把福音 带进中国的人 Oh give the Lord a big clap 为主热烈的派场 He established four mission bases All throughout China 他在中国各地 建立了四个宣找基地 And through the love and friendship of his workers The fellow Jesuit priests 而借着他的同工 耶稣会的修士们 他们的爱与友谊 当时华人社会 最高级上流社会的人 这些皇宫贵族 一个一个相信了耶稣 By 1664 There were more than a quarter million Christians in China now 到1664年 中国就超过 25万的基督徒了 Many princes empresses Darwages became Christians and were water baptized 很多都是皇家的 皇宫贵族 成了基督徒受了喜 Among those that got saved was the one of the greatest If not the greatest Emperor in Chinese history 而在德州的人当中 有一位是中国历史上 最重最重要的 一位君王之一 He was a Qing emperor by the name of Kangxi皇帝 就是清朝的 Kangxi皇帝 And he began ruling at the age of 14 他14岁 Kangxi was tutored by another Jesuit missionary a Christian who was a brilliant scientist and mathematician 而有另外一位 耶稣会的宣教士 非常聪明的科学家 南淮仁 曾经教导过 Kangxi 他的名字叫南淮仁 是位宣教士 是一个数学的科学家 非常非常聪明的人 在这里你需要学几个东西 圣经告诉我们 人的恩赐才华 能为他打开路 如果不使用你的恩赐才华 你在生命中走不远的 圣经说 卓越之人能 站立在君王面前 如果你只活在 平庸的生活当中 你不可能影响 真正有权利的人 你要在生命中卓越 这些耶稣会修士 在生命中非常卓越的 是受过高生教育 非常精致的 不宗教化 非常进步的 这是我希望你的情况 城市风筝教会 每一个会有 受过教育 精致化 多彩多姿 大胆的 成功的 非常高深的 已经太久太久以来 很多人不能够接受 同一个句子里面 既有教会又有成功 很多人不能够接受 教会跟进步 放在一起 教会就很落伍了 教会一直在时间之后 都是那些最低层的人 神兴起身世风筝 在我们这个世代 改变这一点 神兴起我们 在全世界为基督的 身体改变这一点 为主热烈的派长 真的是在讲道 康熙相信了基督 他写了三万多首诗 在人类历史上面 非常有高深教育的 一个皇帝 他了解科学 数学 非常熟悉文化 康熙的掌权 在中国认为是 清朝的黄金年代 而他写了很美的诗 来荣耀上帝 我让你看看 他自己书法的真迹 你怎么知道 是康熙写的 他在那里 亲自下了庶名 在那儿 因为整个东西太长了 不会把它念完的 你看看 最后的两行 怎么说的 天门九位 出人壁 福禄全得圣子通 我愿接受神圣子 I'm willing to accept the holy son of God 儿子名分 得永生 and through him I receive eternal life Hallelujah Oh give the Lord a big hand 归聚业力的拍张 Amen Amen So many people say Oh Chinese 很多人说 哎呀 华人不相信基督教的 Oh Christianity Western religion 基督信仰 西方人的宗教 不对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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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世界上早在偶像进来 很久以前 他们就敬拜 同一位跟圣经一样的证实 而中国历史上 最伟大的一位君王 自己也是基督徒 他写了另外一首诗 这里他前面两句 是这样说的 功成十架 血成西 His work was completed on the cross and his blood shed like a creek 百丈恩流 分字西 Such deep stream of grace floored from the west All right Now Where was China relative to Israel 你要了解 对中国来说 以色列在哪里 China is in the east Israel is in the west 中国在东方 以色列在西方 He says The water cross is completed and the grace of God is flowing to us Chinese people from the west 他说 十字架的工作成就 而神的恩典 自西方流到中国来 So excited was Emperor Kongsy 哇 Kongsy对基督信仰是这样的兴奋 By 1692 He issued an edict granting Christians all throughout China to evangelize 在1692年 Kongsy下了教育 让所有中国的基督教 可以自由传播 That means It's not like Well You know If you want to You can do it 不是说 哎呀你想 你就自己去传吧 He sent a royal edic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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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Let's christianize China 让整个中国变基督化 每一个基督徒都应该传讲 教导使人相信耶稣 复兴在中国各地开始发生 可是危机领导 有逼迫发生了 可是那不是最大的敌人 有敌基督的事情 可是他们也不是仇敌 问题来自哪里 天主教教会里面 有一些领袖 反对这些宣教士 接触中国文化 十家工作的敌人 是那些宗教化的基督徒 为什么 他们觉得中国人是异教徒 根本轻看这些人 轻视他们的文化 轻视他们的语言 你不应该学着说中文的 邪恶的 他们定罪所有的中国皇帝 是要在地狱里焚烧的 同时要求所有中国的信徒 放弃所有纪念祖先的仪式 你要了解中国的文化 四千五百年来 中国人虽然敬拜上帝 但他们懂得圣中追缘 纪念祖先是文化里面的 大部分的人不是去拜他们的祖先 而是尊荣纪念死者 康熙讲得很清楚 他跟大部分的中国人都相信同一位独一的真神 这些纪念祖先的仪式 不过是表示尊敬而已 他不向他们祷告 也不害怕那些死人的灵魂 在这些邪灵的事上面 他们不是这么迷信的人 可是教皇当时不接受 在历史上这被称为中国礼仪之争 而当时的教皇克雷蒙十一世 就拆了非常狂热的宣教室到康熙面前 要求全中国要放弃纪念祖先的事 猜过去的宣教士过度狂热 超级狂热的人 宗教化完全不感受中国人的感觉 到最后是侮辱中国人他们的文化 甚至他们那些耶稣会的修饰 而其中一个是法国的一个主教 去侮辱康熙同时挑衅他 康熙皇帝受到非常大的拘辱 因此他禁止基督教的进入中国 听听他怎么说的 我这样看见外国人真的是太小心眼了 没有办法跟他们解释中国人所明白的大是大非 西洋人根本不了解中国的文字 也没有办法说明他们所讲的实在是太荒谬了 从他们带来的条约看来 这是教皇带过来的条约 他们竟和和尚道士这些异端小教一样 没看过什么文件上有这么多胡言乱语的 以后西洋人不可再带中国传教免得多生事端 到这里整个宣教就结束了 多愚蠢啊 神打开整个国家耶 就因为这些宗教化的人是不能够接纳 开始侮辱这些人 康熙非常爱这些耶稣会的宣教士 也跟他们有很好的感情 私底下还是希望跟教皇能达成协议 他说我们不是在做五仙的敬拜 我们不对偶像祷告 也不像死人祷告 可是我们要纪念尊敬我们的祖先 他要劝服教皇 这些是我们的文化而不是宗教 然而教皇确实不肯放手 康熙皇帝非常地难过 这是他后来说的评语 他写了一封信给教皇 你是自毁你的教导 妨碍之前洋人的努力 这绝不是你上帝的旨意 因为他是要迎众人向善 我常听你们洋人说 魔鬼才引人误入歧途 应该就是这样了 他讲的是不是真的 他对那些宗教化人士 所讲的是不是真的 他们施加最大的敌人 因为他们思想狭隘 不肯接纳 不愿意接受那些 跟他们不一样的人 而他们只有一条狭隘的道路 照我的方式不然免谈 而他们道路才不合圣经 因为这样 接下来几百年神的工作 受到拦阻 多么难过 神给了中国这样属神的时刻 而就因为教会的人 相信孤绝 所以才能够拦阻这一切 这两个星期 你学到神在中国历史当中的工作 你看见神在一开头四千五百年前 就在幕后整个中国历史当中来运作 别让别人告诉你说 华人是不可以做基督徒的 我告诉你反过来才是对的 华人最自然的是 应该成为基督徒 因为最起序 这是我们卫生 唯一的信仰 贵主热烈地拍张 热烈掌声贵主 别让任何人告诉你的父母 不能得救 别让任何人告诉你的祖父母 不能得救 别让任何人告诉你的祖父母 别让任何人告诉你 中国人是不应该信基督教的 这是从地狱来的谎言 你看到了 当你进入文化 可以改变整个国家的 但同时你也看到 施加最大的敌人 不是魔鬼撒旦 不论我去到哪里 我常常听到这个 我们要抵挡这个区域的邪灵 是区域的邪灵拦住整个复兴啊 我很喜欢一个牧师说的 区域的邪灵不在魔鬼身上 常常是那些宗教化的基督徒才有 那宗教化的牧师 你必须要放掉这样的心态了 不是做文化的隔绝 我们讲分别 但做的是隔绝 这是错的 圣经教导我们的是要能够隔绝的 要用宝血使我们绝缘 借着话语 借着祷告 借着圣灵 我们有绝缘体能够进入到社会里面 为主愿烈的派长 帮我讲道 为主愿烈的赞美 说Hallelujah The Bible teaches it is relationship that precedes ministry 圣经教我们的是 关系在服事之前 你可以赢得一场辩论 但失掉一段感情 是 你在神学上很聪明 是 你了解所有神的名字 希伯来文 希腊文 魔鬼的五个武要 启示录第二第三章里面 七项宣告 你可以赢得神学辩论 但失掉一段感情 没有这感情跟关系 你不能为基督赢得任何人 你不可以赢得这个人 除非你先跨进他的世界 进入到他的文化里面 可是我们看见 这位美善的神爱中国人 从一开头在整个历史当中 带领他们方式 就像圣经中带领以色列人一样 把他们带到一个地步 他们能敞开接受耶稣基督 成为他们心灵的救主 那我们有这样的自信 我们在亚洲 这是复兴的最后一棒 我们要在我们这个一带 看见最大的复兴 听好 我很开心我住在亚洲 虽然我到世界各地讲道 我几乎每个礼拜都回来 因为我不要在神的 灵运行以外的地方 神给我们最多的人口在亚洲 神把我们放在这个地方 人们预备好要接受耶稣了 让我们尽我们所能 进入文化 不要在思想上狭隘 不要这样宗教化 而是敞开心 让我们进入世界 带下人类力中最大的复兴 你最热烈的派一张 Hallelujah 多少人相信神的家人可以得救的 有多少人父母或祖父母 还没得救的 我要告诉你 他们可以得救 他们可以得救 因为神是华人的神 在我们中国人的基因里面 已经有这个敞开跟渴慕 接受上帝 不是找偶像 而是找真神 让我们相信 今年就是突破得救的一年 今年我们的父母 祖父母能够得救 唯一能够看到这样的事情发生 首先在你的思想里开始 你开始想见他们得救 相信他们会得救 说出来祷告他们会得救 看看我们一起站立起来 祈出圣家的小该地方的报告 祈出圣家的小该房秘报告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